Blockchain 技術的文章 Hello 你們好 平時上網的時候 你們可能已經看過或讀過 一些關於Blockchain 技術的文章和影片 你們可能也聽說過 Blockchain 將會接下來 對整個世界的工業、國家、人類的生活 造成幾大衝擊 聽起來Blockchain 好像很厲害、很不得了 事實上 你們可能聽過Blockchain 的詞語 或者聽過一些關於Blockchain 的訊息、資料 但你們聽的可能只是片面的資料 其實有很大部份的資訊 你們可能是對它們一無所知 事實上Blockchain 的技術 在應用層面 只不過是剛剛起步 至於它能夠做些什麼 其實我們不是完全能掌握 其實當中有很多內容 都需要我們去發現和了解 在接下來的3月份 3月4日至8日 在香港國際機場博覽館 NestChange 會舉行 Hong Kong Blockchain Week 的活動 屆時我們會回集 在Blockchain 領域中 一些最優秀的專業人士 大家都在這個平台上 共同分享一下大家的經驗和知識 亦會討論一下 未來Blockchain 面臨的問題 機遇、挑戰和移民 所以在3月份 這個活動之前 我們就決定舉辦 一個關於Blockchain 的速成班 希望能夠讓部分 一些對Blockchain 有興趣的人士 在這個速成班裏 可以學習到 或者了解到 更多關於Blockchain 的知識和技術 要想理解什麼叫做Blockchain 現在我用一個最簡單的方法 解釋給大家聽 首先就是從最基本的層面來看 Blockchain 只不過是分佈式的數據庫 裏面包含著一個可以一起共享的帳本 即我們俗語叫做Lagia 而這個帳簿內容 主要是記錄了各種交易的記錄 如果這個解釋 你仍然覺得很不理解的話 其實我們可以再進一步 就是把Blockchain 這個詞語 分成兩個部份 第一個部份是Block 另一個部份是鏈 退地分別代表什麼意思呢 Block 其實是用來儲存數字訊息的地方 每一個Block 裏面都存在數據 而在Blockchain 裏面 就會有很多不同的Block 而當中就要靠一些鏈去相連 這樣就為之叫做Blockchain 如果你認為Blockchain 是一個超級英雄的話 即我們現在經常看電影的 Superman、 Wonder Woman、蜘蛛俠 想像力都已經非常豐富了 其實Blockchain 很難說是由哪一個人去發明 首先傳說是由兩位研究人員 W. Scott Stonetta 和 Stuart Harbert 他們兩人在1991年的時候 兩位共同讚寫了一篇 關於Blockchain 技術的論文 亦都是因為這篇論文 首次為了這項技術的發展 奠定了基礎 從此之後 很多人將這兩人 視為這項技術的始創人 直到2009年 比特幣問世 我們才看到 驅化鏈在現實世界中 究竟是怎樣形容和運作 大家可能不知道有沒有聽過 中本聰這個名字 中本聰有機會只不過是化名 可能中本聰代表一個人 真有其人 又或者是代表一撮人 去發明比特幣 因為在Blockchain 的現實世界中 Bitcoin 是第一個應用媒體 所以很自然 大眾就會把發明Blockchain 的功勞 歸功於中本聰 相信你們可能已經聽過 很多關於比特幣的消息和資料 按現在市場價值去計算 Bitcoin 現在是世界上最大的加密貨幣 或者我們稱之為數字貨幣 你們可能一早就已經聽過 關於比特幣的各種消息 例如在2017年 比特幣的價格 曾經攀升到歷史上的高位 亦因為是這樣 在加密貨幣的投資者 一夜之間暴富起來 但之後你也可能聽過 在2018年整個加密貨幣市場崩潰 當中有很多投資者 亦都少不免損手爛腳 亦都損失了很多財富 中本聰稱比特幣 是一種點對點式 完全對等新型電子現金系統 其中是不涉及可信的第三方 換句話說 人們經常都看到那種 由中央銀行系統控制的 法定貨幣和紙幣不同 比特幣是一種分散式的貨幣系統 不受單一機構控制 事實上比特幣也不受任何人控制 因為它是在Blockchain區塊鏈上運行 大家要記住 Block 是由數字化形式儲存交易紀錄的地方 所以實際上 它是由電腦網絡進行監控的 如果想清楚了解如何利用Blockchain技術 一個最好的方法 就是從它最早的應用模式開始 換句話說 就應該由作為紀錄 Blockchain交易數字化的帳本了解 不如現在來舉一個例子 如果想用比特幣 在網上購買一對波鞋 其實這個交易就要必須 首先通過我們前面所提及的 電腦網絡進行驗證 而這些能夠使用比特幣的電腦 其實已經遍佈全球了 根據英國劍橋大學的一項研究 可以用來跟蹤比特幣的交易電腦網絡之中 這些電腦的數量 其實已經達到五百萬部之多了 交易通過驗證之後 就可以加添到一個Block內 而每一個Block內 其實裡面都包含了一個Hash 一個獨一無二的代碼 用來識別這些Block 而這些Hash 其實也會將整條區化鏈 即整條Blockchain 上面其他不同的Block 分開起來 換句話說 每一個Block都有自己獨一無二的Hash Block上面的數據 也會包括數字簽名 即是本質上就是用戶名 都包含了關於交易完結時間的紀錄 稱為時間 又或者是Block內整條Blockchain上面的位置 稱為高度 以及交易時候由哪位完成的 即是稱為中計者 或者relate Bay 如果你翻查Blockchain 你可以看到每一個Block上面 都會列出所有以上的資料 但你同時也會發現 你在上面找不到 可以用於識別交易人身份的資料 這件事也是有利於保障比特幣融合的私隱 在接下來的HKBlockchain Week 活讀期間 我們將會探討一下一個很重要的話題 就是關於Blockchain的技術 其實除了在比特幣市場之外 其實還有沒有地方可以靈活運用到呢 例如政府、金融服務、醫療保健、保險業等行業 又或者是Fortune 500這些龐大企業 Blockchain 在很多行業上 其實都有很好的發展 諮詢公司Duckin 在2018年 曾經對全球一千多名高級管理人員 進行過一次調查 其中74%的受訪者表示 他們所在的企業或機構 在Blockchain的技術上 其實已經發現了 有很多值得關注的案例 另外也有78%人表示 如果不實施這項技術的話 在將來的競爭中 自己所在的企業都陷入一個不利的位置 好了 我們又回來看看 比特幣如何在Blockchain運作這個例子上 來了解多些關於數據保護的問題 大家要記住和留意 每一個Block中 交易的歷史都包含著一個數字簽名 而利用這個簽名 根本無法追溯到究竟用戶的資料 雖然其他人可以看到交易內的資料 但它不像傳統的集中式銀行系統 如何來用到用戶的身份信息 簡單來說 即是沒有辦法去竊取到用戶的資料 但最重要的是 Blockchain自身的結構 其實已經做得非常好 基本上沒有Hacker 可以進入Blockchain的結構內 我們亦不需要太深入了解其中涉及到一些非常複雜的技術細節 我們只需要記住 每一個Block內都包含自己獨一無二的代碼 即是我們之前說過的Hash 如果有人入侵了一個Block內 他的Hash就會被改變 而Hacker也必須更新下一個Block的Hash 如此類推 才可以把代碼保持原有的數字順序 而安全的漏洞才不會被發現 聽起來應該不是一件很容易辦到的事 舉例來說 如果你去了解一下比特幣的Blockchain 你會發現將近有五十六萬個Block 需要去修改才能做到以上的事 對於Hacker來說 這樣的做法是非常麻煩 他們的付出是遠超過他們當中的收益 而且他們亦需要遠超常人的計算能力 才能做到以上的處理手法 關於Blockchain 我們其實還有很多事情可以繼續說下去 但在這裏 正如我們所說的 這只是一個速成班 所以我們所說的都比較表面 如果大家很有興趣 想知道更多關於Blockchain的資訊 以及未來的大趨勢 我們都誠邀大家參加 未來3月4日至8日 在香港國際機場博覽館的HKBlockchain Week 到時大家可以在現場 跟一班在Blockchain領域最優秀的人士 一起坐下參與討論 關於Blockchain未來的資訊和趨勢 記住大家如果有興趣 可以進入這個網址 www.hkblockchainweek.net 去了解更多的訊息 亦可以報名參加這個活動 在不久的將來 這項技術極有可能可以改變世界 改變我們的生活 所以希望大家不要落後於時代 下次再見